今天要教你三個步驟 讓你第一次吹唱笛就可以吹出聲音來 嗨大家好 我是阿姨姊貓 歡迎來到NECOMO FLOOT頻道 今天要教你怎麼用三個步驟 就讓你把唱笛吹出聲音來 那這三個步驟將會很有系統的來做講解 一步一步帶你把聲音吹出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直接講我們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吸聲吐嘗 好 所謂吸聲吐嘗就是呢 我們要怎麼樣有效率的去吸氣 以及有效率的去使用我們吸進來的氣 其實不只是唱笛喔 演奏管樂器最重要的就是氣 因為如果你沒有氣的話 你的管樂器就沒有辦法發出聲音來 對吧 所以我將會花比較多的時間還有篇幅呢 在講我們的第一個步驟 如果你不是初學者 你已經學了一段時間 但是你對這個 怎麼樣使用氣的方面呢 有所疑惑 你也可以看我的第一個步驟的講解 因為我也是花了蠻多年的時間呢 才全面的了解這件事情 知道怎麼樣去傳達吸氣的這整個過程 所以我想你應該可以從我第一個步驟的講解 獲得蠻多的收穫的 所以這個步驟最重要的就是呢 我們全程呢都是用嘴巴吸氣 以及用嘴巴吐氣 因為用嘴巴吸氣吐氣呢 我們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吸到我們的氣 因為我們用嘴巴吸氣的話呢 我們可以一次呢就大量的氣就進到我們身體 加上呢我們如果是用鼻子吸氣的話呢 比較容易呢會上半身會慫起來 像這樣子 那我們演奏場底很重要 就是我們上面的聲音必須是要放鬆的 因為這樣才能讓我們的技巧呢 能夠好好的發揮 所以全部全程都是嘴吸嘴吐 好那另外嘴吸嘴吐之外 你在吸氣的時候你的嘴型可以像是這樣子 好當你發出這樣子的嘴型的時候 你的小舌頭其實有點往上抬 有點類似呢 我們快要打哈欠的那個感覺 這個嘴型呢 它可以幫助你呢 把氣大量的吸進你的身體裡 所以你就能夠用比較短的時間呢 吸到足夠的氣 好那第二個很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去想像呢 你有一根管子 從你的這個口腔一路通 通到你的腹部 好這時候你可能問我說 就是我有聽過人家講 就是吸氣吸到肚子 或是吸氣吸到丹田 好可是這時候你可能要問你自己一下 就是我們吸氣有辦法吸到肚子嗎 好沒辦法對不對 其實我們吸氣還是一樣的吸到我們的肺部 只是藉由這樣子的想像呢 我們去有意識的將我們這個 這裡的這個橫割膜呢 往下擴展 但其實光是這樣是不夠的 除了我們去想像呢 我們從胸腔到腹腔是一個很深的帶子之外呢 其實我們呢 還可以在有另外一個方向去擴展我們的肺活量 就是我們往後的方向去擴展我們的肺活量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去想像呢 吸氣吸到你的後腰部 所以變成呢 它是一個前後都很寬的一個帶子 當你開始有意識這個部分呢 你的吸氣呢 就可以寄深而且廣 然後第三個重點呢 就是你在吸氣的過程是全部放鬆的狀態 所以不用刻意的去將你的肚子撐大 你可能會覺得把肚子撐大 你可以瞬間吸很多氣進去 其實當我們的身體是用力的狀態 你是吸不到氣的 就像你很用力的在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好像沒有辦法吸到氣是一樣的 那我們的身體其實是有一個很神奇的機制 就是當你把氣吐完的那一刻 如果你是放鬆的狀態的話 你身體會自然的把氣裝進去 我們現在可以實際上來試試看 你先吸一口氣 輕輕的吸一口氣 然後呢不要吸到讓自己就是 我一定要吸到很滿不用 你大概吸到八分或九分就好了 然後你去感覺一下你吸氣吸到這個位子就好了 不用再往上 如果你太往上的話 就會開始聳肩就有點像這樣子 然後不需要這樣子 我們只需要吸到大概胸口這個位子就可以了 然後你開始吐氣 盡可能的把你的氣全部吐完哦 呼呼呼呼 一口氣都不要流哦 好在這個時候吐完那一刻 憋氣兩秒 1 2 好然後現在吸氣 你會感覺到你的身體自動把氣裝進去的這個感覺吧 把這個感覺記住 等一下我們都會需要去做到這樣子的練習 好那第四個很大的重點呢就是呢 我們這個過程全部都是慢慢的吸 慢慢的吐 因為呢我們現在生活步伐呢比較快 所以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人的呼吸呢都比較淺 所以這可能會是你第一次做一個比較深度的呼吸 那因為你比較少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身體的很多個肌肉啊都需要被喚醒以及習慣 所以當你放慢速度的時候 它可以慢慢的被建立起來 然後你可以慢慢的在這個過程當中去鍛煉你控制氣的這些肌肉 好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急 完全去放慢你的呼吸 然後還有放鬆你的身體 這才是最重要的 要不然你是吸不到任何的氣的 好那我們要來實際進行 我們第一個步驟第一個練習了 那在這個練習當中呢 這過程呢你記得要把你的手 放在一隻手放在你的腹部 一隻手放在你的肋骨 像這樣子 好所以你在吸氣的時候 你會很明顯的看到你的手會浮起來 你有看到我這個手它是有這樣子 好你要很能夠明顯的感覺到 就是你這兩隻手有仗起來的感覺 然後我們做四次循環的練習 然後在這個練習當中呢 如果你有節拍器的話 這樣你的節拍器打開 調整到60速度 60這個速度呢 很像是我們普通呢 慢慢走的這個速度 所以它可以讓你比較從容的去做這個練習 那如果你沒有節拍器的話 你也可以在手機的這個去 App去查詢節拍器 你就會找到蠻多的 可以使用的App 好那 我們等一下呢 是吸氣吸3拍 吐氣吐8拍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所謂的 有效率的去控制你的氣呢 其實就是 你能夠在你安排這段時間內 或是一個月距內 把你的氣吐完 然後你的身體就可以自然的裝進氣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身體這個自然的機制 所以我們這個練習呢 你去設定這個拍子呢 是讓你可以 更有意識去練習 你要怎麼一樣 在這一段時間內去使用你的氣 好 所以我們來做練習了 吸吸吸3拍 吸氣 吐氣 好 放鬆一下 吸氣 吐氣 好 再一次喔 第三次練習 吸氣 吐氣 好 最後一次練習 吸氣 吐氣 你有記得你的吸氣水行嗎 記得要 吐氣 那在吐氣的時候呢 你的肚子也不要刻意的用力喔 慢慢的讓它往內縮就好了 一切的練習都是非常自然的 不要刻意的用力 我以前在練習的時候就是 太刻意的去用力 所以後來導致就是上半身很緊繃 所以會覺得吸氣非常非常的不順暢 所以如果你能夠在一開始呢 就建立起這個放鬆自然的感覺 是最好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行我們第一步驟 第二個部分的練習了 好 剛剛呢 我們是去找到呢 我們這個帶子 這個氣帶下一個部分的擴張的感覺 我們現在呢 要來找到呢 我們這個帶子上半部的部分 其實很多人在呼吸的時候 因為 像我以前在學習的時候 也很常會這樣子 就是呢 我們只注意了我們腹部的部分 所以呢 後來呢 久了呢 就會變成一種緊繃感 就是 我吸氣只能吸到肚子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你不要忘記我們吸氣還是有肺部的部分 好 所以 我們一隻手 我現在放在腹部 一隻手放在胸口 好 我們腹部的這隻手的起伏呢 肯定是會比這個胸口 這隻手的起伏大 但是你還是要感覺得到 你有把氣呢 就是吸到這個部分 好 一樣喔 剛剛我講 吸吸吸大概吸到這裡就好了 不要再往上 好 所以像是這樣子 有感覺到嗎 這樣子吸吸的方式呢 會讓你覺得比較順暢 因為 我們本來就是吸吸吸到肺部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刻意的想要在這個肺部的下半部呢 去儲存我們的親戚 是一件很不自然的事情 好 這樣子 靜的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好 你有看到嗎 其實兩隻手他都是有往我前方去仗起來的 好 等一下呢 那你在練習的時候也要 能夠感覺到這件事哦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實際上來操作了 我們一樣把切拍器打開 只是我們這一次呢 吸氣換成吸4拍 吐氣換成吐10拍 好 如果你沒有辦法呢 吐到這麼長的話 也沒有關係 就是維持在 如果你是吐 只能吐到 譬如說6拍也沒有關係 只能吐到8拍也沒有關係 你就是維持 你能夠吐的最長的這個時間就可以了 好 那一樣是4個循環的練習 好 吸氣哦 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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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如果你觉得这样四次练习不够的话 你可以加长 那如果你在练习过程当中就已经有感觉到头晕的话呢 那你就立刻去做休息 然后等你觉得比较好 那我们再继续做练习就可以了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比较紧绷的人呢 你很难 就是你一直没有办法呢 去感觉到你熟的起伏的话呢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躺在地上 这样做我们第1个步骤所有的练习 当你躺在地上的时候 你可以彻底的去放松你的身体 所以你会比较容易去找到 你吸气的位置 然后接着呢就是我们第2个步骤啦 控制我们的气流的方向 想必你应该 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吹直笛吧 直笛是不是拿起来一吹就有声音了 对因为他是直接就 他的底口就直接对着你的嘴巴 所以你可以立刻就把气送进去 不过长笛不太一样 长笛其实是一个 他的吹口其实是一种半开放式的概念 所以你必须去找到你气流的方向 好 这个部分的练习呢 你如果有 比较多的预算呢 你可以去购入长笛气流观察器 他有很多不同的小风站区标示 在不同你吹气的位置上 所以你就可以很视觉的方式去看到你的 气的方向 但是我现在提供一个呢 你不需要花费任何的费用呢 就可以 找到你气流方向的练习 好就是把你的食指拿出来 好然后我们食指呢 你看到第1个直接的地方 好现在把它放到你的嘴唇正前方 就是你上下嘴唇中间这个气口的位置 好然后呢 现在呢把你的食指往前方移动 好大概这样就好了 不用太远 好那你现在先把气呢 吐到你刚刚的这个第1个指节的位置 好这就是所谓你正前方 气口正前方的位置 好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往下 好我们这个整个路段 它是从第1个指节 一路到我们的虎口的位置 那我们在这一段呢 我们要去规划出 4个点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规划第2个点 第2点大概就是会落在第2个指节的位置 好现在将气呢吹到你第2个指节 好然后再吹回第1个指节 好第2个指节 现在要延伸到第3个点 第3个点是往下 好我们现在把气吹到这个位置 好那记得你在吹这一口气的时候呢 你可以藉由 扑这样子的音去找到你的嘴形 好那你在吹的 你在吹气的时候呢 就把你念的那个声音去掉就可以了 只留下的那个嘴形 第1个点 好第2个点 第3个点 好第4个点 在虎口的位置 找到位置了吗 好我们现在呢 把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1个点 我们从第1个点 扫到第4个点再扫回第1个点 记得我嘴形是 扑的这样子的嘴形 好这过程当中不要收掉你任何的 就是 下嘴唇不要变这样 也不要变 嘴巴不要嘟 扑 只要念扑就好了 OK再一次 我一样是从第1个点 扫到第4个点 记得手不要拿太远 好那等下呢 好那等下呢我们吹长笛的时候呢 你能够吹出声音的位置呢 其实落在第2个点到第3个点 中间 好所以 我们现在呢 特别来练这个区块 的 感觉 我们现在来把气吹到第2个点 好 然后现在重新吹 吸一口气 然后直接吹到第3个点 好再一次吸气 用嘴巴吸气哦 好吐到第3个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都抓到位置了呢 如果还没有抓到位置没有关系 再多练几次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抓到这个位置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第3个步骤的练习啦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步骤 表示你离吹出声音 很近了 那我们这个步骤呢 他有一个口诀 叫做 啊 嗯 扑 啊 扑 所以 我们现在实际上呢 先把我们的唱笛呢 拿出来 把你的吹头管拿出来 好然后去感觉一下 你的这个下嘴唇的这个位置 会盖住这个吹口 会盖住吹口这样子 好 这个 实质这个边边就代表你的下嘴唇 刚刚指的这个位置 所以他会这样子 好那你现在发出 啊 扑 啊 啊 嗯 好 好 然后 如果呢你找不到的话呢 你可以拿出一面镜子 对着他做练习 那你就是 记得你的这个吹口 啊 扑 扑的这个吹口 要对在这个吹口的正中间 好我们现在再念一次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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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可能发出来的声音会是像这样子 虚虚的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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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表示呢 我们要回去复习一下我们第2个步骤 刚刚讲到呢 如果要把长笛吹出来的话 他会落在哪个点上呢 对就是第2个点到第3个点中间 好这都是你可以去尝试的位置 对哦 好 第2个点到第3个点 好所以 我们现在呢把 我们的气呢 吹到我们第2到第3个点中间哦 记得是扑的嘴形 好然后现在把你的长笛搭起来念 啊 扑 啊 嗯 好 这一次你应该可以很顺利的就发出相对比较结实的声音 然后如果你的声音呢 还是一直有点叙叙的话呢 你可以多练习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第2个步骤 去增加你找到那个点的感觉 好然后在这里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对嘴形的一个迷思 就是我们会觉得 我们以前可能很常会听到哦吹长笛就是一个微笑的嘴形 其实是不是 因为我们微笑的时候我们你可以先试着微笑一次 那么觉得这里的肌肉就是 是紧绷的状态 这样的嘴形其实蛮不利于你去控制气流 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他会阻挡你的气流 所以能够尽可能的越放松是越好的 所以你只要念扑就可以了 不要去想微笑这件事情 你不要刻意的去跟你的 任何的嘴巴 或是嘴唇 完全一切都是放松的 好如果呢你现在已经可以立刻吹出声音来 像这样 不用特别念口诀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我们这个步骤的练习 那不要忘记我们刚刚前面第1个步骤做的练习 等一下你在呼吸的时候 要把我们刚刚做第1个练习的感觉套用进去 然后这个步骤练习呢 一样把节拍器调到 1拍等于60的速度 然后吸气吸 2拍 2拍 吐7吐4 到8拍 好如果你能够吐 到8拍是最好的 那如果不行的话没有关系就维持你现在可以的长度就好了 要怎么样去检视你到底要吹几拍呢 最好的标准就是你的身体会不会觉得很僵硬或很勉强 那如果你的身体会觉得很勉强的话 那就是 以你现在能够吹的长度为准 就好了 好OK我们来做练习 好OK我们来做练习 好吸气 吐气 好然后接着我们做第二次的练习 吸气 好第三次的练习 好吸气哦 1 2 好第四次的练习记得吸气的时候的嘴型是什么呢 吐气 那怎么样呢是代表呢这个阶段练习已经可以了 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没有办法 把它拿起来然后立刻吹出声音来 以及顺畅的呼吸 这是这个步骤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好希望今天的教学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咯 接下来会有更多初学的教学内容 请你们好好期待 那就先这样啦 下次见拜拜 记得按赞还有分享哦 好啦就这样拜拜